北京时间1月29日消息 2023赛季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结束了南单决赛的争夺 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 直落三盘以6比7分之3比6四7比6五 击败希腊一哥西西帕斯 好许赛会28连胜 第十次夺得奥网南单冠军 下周确定重返APP排队 年世界第一 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 第二十二次加冕大满冠冠军 追凭纳达尔并列南网历史第一 西西帕斯迎来第二次大满冠决赛之旅 本场他继续冲击个人第一座大满冠头衔 希腊人此前唯一一次大满冠决赛经历来自 2021法网决赛 当时他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遭德约科维奇翻盘 这是德约科维奇第十次打进奥网决赛 此前九次决赛战绩达到恐怖的全胜 他也将向自己的第一个大满冠十冠王发起冲击 大满冠决赛战绩方面 德约科维奇为21胜11辅 本场胜者还将在下周登顶世界第一 目前德约保持着373周的世界第一时长记录 两位球员有过12次交手 德约科维奇十胜2辅占据绝对优势 且收获了一波9连胜 两次大满冠相遇军赛网 德约科维奇保持全胜 此外在奥网赛场 德约科维奇对阵淘谱球员已经取得16连胜 上一次他在墨尔本赴于淘谱 已经要追溯到2007年 当时他在第四轮0比3不敌时 任No.1费德勒 比赛开场 西西帕斯首个发球局就面临15比40的情况 提高状态后他连下4分实现爆发 第四局 西西帕斯在发球局中再次陷入被动 破发点上送出双雾 德约率先破发3比1领先 手盘其余时间 德约科维奇在自己的发球局中 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 5个发球局仅丢5分 一发的分率达到94% 送出9个制胜分与7个非受破型失误 次盘双方势均力敌 西西帕斯两次在对方的发球局 30比15的情况下连丢3分 德约科维奇连续爆发后士气大震 前8局震成4比4 第十局 德约往前机会球出现失误 西西帕斯拿到全场第一个破发点 也是盘点 关键分上德约在多拍香池中 送出正手之胜分化解 随后连下2分 实现惊险爆发5比5 抢7中 德约科维奇4比1领先后 发球状态全无 虽然西西帕斯顽强追至4比4 但凭借稳定的底线发挥 塞尔维亚以7比64再胜一盘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盘开局两人互破1比1 随后比赛波兰不惊 前8局无人取得破发战成4比4 盘末阶段 西西帕斯两次在全场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顶住压力 顽强将比赛拖入抢7 抢7中德约科维奇表现更深一筹 以7比65再胜一盘 从而总比分以3比0战胜对手 夺得第10座奥网桂冠 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22座大满冠金杯 他追凭纳达尔并列南网历史第一 同时德约也是男女网坛第5位 至少拿到22座大满冠冠军的球员 考特、小威廉姆斯、格拉福、纳达尔 德约科维奇成为网坛历史上第5位至少22次 赢得大满冠单打冠军的球员 考特24冠小威廉姆斯 23冠格拉福、纳达尔德约科维奇 22冠费得乐、20冠得约科维奇职业生涯大满冠22冠分布 二网 10冠2008、2、011、13、2015、16、2019、2021、2023、罚网 二冠2016、2021、温网 七冠2011、2014、15、2018、19、2021、22、美网 三冠2011、2015、201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